文化. 文化. 茶艾 有次偶然在公園裡發現一批很奇特的塑像 然後就覺得很酷所以把牠拍下來 我在思考繪畫題材的時候 我就想到這批塑像 我覺得他們用繪畫呈現應該是很有趣的 每個人小時候都碰過這種塑像 包括那種塑膠玩具 我就開始思考他們的共通性 我可以呈現的樣貌 那仿生命這個概念 他是蠻抒情的 我蠻喜歡這個想法 就是他有點像是 小時候那種萬物有靈論那種情節 加上他們的眼睛的塗裝都是很簡略的 那這樣好像我們去賦予他的一種靈魂 畢竟攝影案繪畫這兩個 本來就是都存在著很多曖昧和重疊的地方 我只是想用我熟悉的方法去做作品 首先這個對象物上面有他者的痕跡 這個他者可能指的是做塑像的師傅 或者是某一個人 那這個人依那個動物給他的感覺 他去雕塑去加上造型跟顏色 當然也包含他自己個人主觀的那個美感在裡面 然後這些東西轉換成攝影的例子 再轉換成繪畫 我就覺得這一層一層的關係 跟首先在上面的塗料 然後我的顏料堆疊之間那種呼應 他是很吸引我的這一層的關係 所以我畫這些影像例子的同時 也是在複製某一個人 他在表象這些留痕 其實也說不清我究竟是在畫一個雕塑還是影像 或者是他的那個留痕 因為我在依賴影像的同時 也在進行傳統繪畫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會用自己的素描的概念去進行補充和強化這個畫面 所以這個手段有點像是多次翻拍之後 然後最後那張照片它的成像成為一個龐大的一個訊息 和一個時間的載體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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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層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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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寫生的成像方式是一種 長時間的曝光 它和這個真實世界是同步的 照相式繪畫是 它是一段曝光時間 然後你再對著那段曝光時間去做寫生 畫像片的作品 其實並存兩個或多個時間點在裡面 一個是剛開始曝光的那段時間 一個是畫照片的那段時間 然後這種有多重時間性在裡面的畫面 那我覺得有一種很特殊的一種 很便扭的感覺 那這便扭的感覺 相對寫生圖像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存在 塑像這個東西它本身其實 它就是一個很尷尬的存在 它其實像是一個攝影的瞬間 它本身它被做出來的時候 像是一個你去看電影突然定格 那個畫面可能很醜的一個臉這樣子 那我覺得它這樣被做出來 被樹立在那邊 它這個存在 我想再讓它回復到攝影裡面 看電影 在大陸在此 感覺上 像是一種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